3 2 1 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介紹 黑色裝備的V2雙風杖 我們現在已經把它鋪平在地上 也已經把它下屏下 我們現在先來看它的裝備 它的配備 配件的部分它是雙風 雙風機一定就會有兩根主感 比較特殊的是它是開Y型的主感 這個有兩隻 然後潛艇桿一共有四隻 因為這頂帳比較特殊 它的潛艇做的比較長 潛艇整個展開延伸面積大概680公分 那它的帳篷的左右是6米 6米乘3米1 那是它基本的大小 那它的潛艇延伸開之後 整個展開之後是6米8 那我們現在直接來把它撐起來給大家看 那它上面啊 它這裡有頂針 它有留好的肌眼孔 就對應把它穿出來就可以了 兩邊 兩邊都穿出來 然後準備好我們的主感 喔 現在來塵另外一邊 好帳篷平鋪在地上下釘之後 就把兩邊雙方的頂桿撐起來 然後我們再來把潛艇架設起來 然後我們再來把潛艇架設起來 潛艇架設其實都很容易 兩根釘子兩根桿子 那我們剛剛說它的潛艇比較大的部分是因為它現在撐了第一層之後它還有第二層 這個第二層你可以往地上拉 拉成斜的 然後去遮膝曬 或者是把它再撐起來 它的前後都可以撐 前後撐起來之後 長度來到6米8 可以當天幕使用 好我們把它先收起來 然後這頂帳呢 它還有一個側翼的部分 側翼的部分你也可以選擇是下釘 或者是你想要通風的時候 反起來也可以 或者是下釘 就讓它呈現到有一個翅膀的狀態 這在下雨天會非常的好用 在你那個開門的地方 就不會有水直接滴進去 就這樣子 稍微往外拉 或者是把它捲起來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裡面 裡面的部分啊 後門的地方 它也是可以做一個延伸出去 就像我們潛艇一樣 做一個延伸 然後這中間 來當我們的客廳 就會非常的大 那兩邊的部分 我們可以放得下行軍床 我拿張床來看看 這個是我們Vendex的行軍床 軍綠色 很好看 把它放進來 非常的OK 這一頂帳篷也有提供 內掛帳可以做選購 那內掛帳大概它可以睡2到3個人 那可以掛兩邊 或者是你這一邊當睡帳的時候 這邊就還有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可以放進來 那就是這個 這個要幹嘛的 油材丟進去 不是啦 是柴爐 它是一個煙囪孔 我們有一個柴爐 柴爐啊 它放在客廳的位置 可以當取暖用 這樣子 然後這個呢 煙囪是最燙的地方 我們需要一個防燙網給它 它很貼心的 周邊都有做了魔鬼山 所以你只要把它貼上來 就OK了 完成 好 在裡面燒柴 溫暖 側邊的部分呢 它一樣有開門的地方 上面有透氣孔可以撐起來 然後側邊有拉鍊 拉鍊打開來 裡面呢 還有一層沙網 這個在你睡覺的時候 就不會被蚊子燒到 還有一個不會太熱 可以通風 而且這個沙網是好的 細的 又迷迷 然後這個 這一頂這樣的四周 都有做雪群的設計 在冬天 就不會灌風進去 然後抗風繩的部分啊 它已經做好了 拉繩的地方 你只要需要把你的繩子 扣上這個拉環 就OK囉 就可以直接下釘 所以怎麼Ending 總歸一句 它是一頂好帳篷 好囉 介紹到這裡 就差不多了 那這頂帳呢 會在愛陸愛玩 做實體展示 歡迎大家來看 就這樣 掰掰 請幫忙